今天Apple說他7元買了 他不想蝕著走 怎麼提到呢? 其實當然了 一定是錯不在相同 很明顯就不關我的事了 就是昨天這樣跌倒 或者說限止公司 我也覺得這個 挺低端的錯誤 其實也挺搞笑的 也挺差的 那個情況 因為你有什麼理由會計錯比重 甚至會計錯比重差這麼多 不應該檢查清楚才公布 對 應該不是一個人搞完 那個計法就推出來的 應該是過幾關 或者對上有些上頭 老闆 都會再檢查一下 但是都過了 很明顯地 其實是內部是多大的問題 這次 而這個問題都造就很多的散戶 真的有過的 輸錢或者虧損的情況 但是這個就 沒辦法了 就是沒得去預計或者預備 甚至剛才開手說 其實真的錯不在相同的 所以 我覺得就短線 我覺得有機會會站穩定一點 因為經歷了就日前這樣的一個比重上的錯誤 其實昨天那一大棍下來 我想要掉的 因為其實前幾天衝得這麼急 可能有很多 不要說是不是散戶 我覺得有部份的基金 是真的純粹因為 以為是這麼大的比重 特別在生效前是入定的 或者是慢慢配定的 追了上去 所以當前日公佈 實際的比率之後 昨天是有急急的 是扔出來的 因為始終很多的基金或者機構 是真的跟著 港子送比重去買的 所以你一調下來 就會扔出來的 所以我想經歷過昨天那一棍 其實短期應該有機會站穩定一點 所以我想這些位置 可能6.6 6.7 或者7元B附近 應該慢慢都可以 繼續是以之前的環境去走 我覺得有未必我會回得太過心絕 但是要再有個短期性的抽升 未必那麼容易 因為始終現在看法實際的 科子的佔比其實那麼少 應該就不會特別多 新的資金再追下去 唯一等可能要等多幾個月 就是當可能7、8月的時候 真的能夠被北水買 可能那一刻才有個向上推的油印 因為始終它入了中合指數 但是因為它上市未夠半年 同股不同權股份就暫時 北水不可以買 如果最快應該就是7、8月左右的時間 所以我想 但是當北水如果真的能夠買得到 我相信對它有一定是最奉承 因為概念比較獨特 或者業務面其實不是差 甚至乎它AI的業務主要 都是跟一些商戶客為主 2C是比較少的 所以相對受監管風險 也都不是特別大 所以比較傾向 值得是一些偏中善一點的持有 那麼我覺得如果你有貨可以拿著它 那麼剛才提到了 如果比較下面 真的在關鍵的支持位 其實你看到過去這一陣的環區 幾次6元邊附近是有支持的 所以我想如果真是不幸運地 是穿6元的 我覺得你才會考慮止蝕 如果不穿的 我想不妨先拿著它 你不容易不是 就這樣看 你不容易弄了 但真的 我會看你 你就不會讓你 不容易KO 那怎麼樣 你不想要 你不容易